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10月6号星期日 这里是纽约二少爷 Alex 就在10月3号 英国和毛里求斯政府就查克斯群岛主权问题达成了协议 英国同意放弃查克斯群岛主权并且移交给毛里求斯 但在将来要保留英国和美国在迪格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 这项协议将解决英国和毛里求斯之间持续几十年的领土争端 被毛里求斯政府视为完成去殖民化的重要一步 英国目前还有14块海外领土 所谓英国的海外领土主权 是归于英国 但并不属于联合王国的建制 这14块领土包括安奎拉、英属南极领地、百慕达、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属维尔经群岛、开曼群岛、福克兰群岛、植布罗陀、蒙特、塞拉特、圣赫勒拿、特克斯与凯克斯群岛、皮特、凯恩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维奇群岛、南、桑维奇群岛。 和塞浦路斯英属基地区 而英属的南极领地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 查克斯群岛就属于英国的14块的海外领土中的英属印度洋领地 查克斯群岛是由7个环礁组成的和60多个小岛 位于马尔代夫正南方约500公里处 它的陆地面积是63.17 平方公里 主岛的狄格加西亚岛面积为27.2 平方公里 包括泄湖在内占据海域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 专属经济区面积是63.66万平方公里 查克斯群岛是位于印度洋的正中心 地处非洲大陆、南亚次大陆、澳洲大陆的正中间位置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从地理位置上看 查克斯群岛的优势非常明显 它是地处印度洋中心 和印度洋周边一些重要区域的距离大致相同 比如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去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 它向北距离印度大约是1800公里 向西南距离马达加斯加约2500公里 向东距离马六甲海峡约3000公里 距离非洲东北角的雅丁湾大约是3100公里 东北方向距离中东地区的波斯湾大约是4000公里 东南距澳大利亚约4700公里 在这一点上查克斯群岛和太平洋上的 夏威夷群岛非常相似 就堪称是印度洋上的夏威夷 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就让查克斯群岛和夏威夷一样 很容易就成为印度洋沿岸不同区域交流的重要节点 在1859 年的11月24号 英国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他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 就是很大一部分 跑到了查克斯群岛进行的研究 这里因为地处离大陆1000公里的大洋上 被称作是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和陈列室 生活在很多的稀有物种 比如说像龟之类的 当然我们知道美军的战机 从这里起飞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能抵达海湾南海和中亚等热点地区 查克斯群岛还处于国际的海运要道上 由于是英国的海外领地 因此英国的国王是英属印度洋领地的元首 由于没有真正的居民 因此英国国王并没有指派英属印度洋领地的总督 而是以专员 和担任他驻守的行政官 作为英属印度洋领地的政府首脑 英属印度洋领地的专员 从1970 年代之后 就再也没有居住在当地 而是居住在英国本土 查克斯群岛最早是由葡萄牙的探险家 达嘎玛发现 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 被法国占领 1814 年根据维也纳合约 法国就将这个群岛 隔让给了英国作为塞舍尔的一部分 1903 年的8月 英国将它从塞舍尔划出 重归毛里求斯的殖民地管理 1965 年 英国将查克斯群岛 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 划为英属的印度洋领地 并开始将岛民签置上千公里以外的 毛里求斯和塞舍尔群岛 毛里求斯的殖民地自治政府 接受此次分割 换取了300 万英镑的赔偿金 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后 将查克斯群岛 归还给毛里求斯 1968 年 毛里求斯获得独立以后 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克斯群岛拥有主权 指责英国封割查克斯群岛违反国际法 在主权争议期间 1967 年英国从美国签订条约 在主岛迪格加西亚岛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 我们看一下这个岛 这是美军的航空母舰 在泻湖内进行停泊 我们看到这个泻湖水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纯净 而且它的深度足够航空母舰和潜艇的泊停 这就是迪格加西亚岛的相对的位置 这个是查克斯群岛 而迪格加西亚岛是其中的一个大岛 这是海洋相对的位置 这个就是在英国高中法院进行听证 最终决定认为英国将查克斯群岛 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是非法的 这是岛上的迪格加西亚美军的空军基地 这个是印度 认为印度洋是他的后院 他不愿意北约插手印度洋的事物 所以印度在背后强烈支持毛里求斯 将查克斯群岛收回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印度 他认为毛里求斯68%是印度人 而离查克斯群岛更近的马尔代夫 却是个穆斯林国家 所以印度倾向于宁将查克斯群岛归给毛里求斯 2000公里以外的毛里求斯 而不愿意将它归给马尔代夫 我们知道毛里求斯授权了英国在迪格加西亚岛行使主权长达99年 同时英国是向毛里求斯支付租金的 1966年到1973年 为了让美军在查克斯群岛的其中一个岛屿 叫迪格加西亚上设立空军基地 在美国的要求下 英国政府驱逐了查克斯群岛的居民 大约2000名的原住民被强制离开了家园 为了逼迫原住民全处逃离 英国当局甚至通过了断水断粮等手段 原住民被全部驱逐后 岛上唯一的居民就是全副武装的美军 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有的说是被驱逐的 有的是说被引诱离开的 因为他们获得了补偿 但是他们被驱赶到了毛里求斯和赛舍尔的时候 岛民的生活并不复 他们大多数靠打零工生存 包括了砍甘蔗、捕鱼和卖小饰品等等 英国政府曾经向被驱逐的居民 支付了一定的赔偿金 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签署放弃返回查克斯群岛的文件 目前作为英国移交主权的一部分 英国承诺向毛里求斯提供经济援助 并且允许原住民重返家园 而毛里求斯可以自由执行在查克斯群岛的岛屿 重新安置居民的计划 但是不包括有军事基地存在的迪格加西亚岛 查克斯群岛的迪格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 是美军的前哨作战基地 长期部署有美军的远程轰炸机部队 战时可以增加部署的数量是美军的支援补给基地 基地有深水航道两条 补给码头一座 能够驻驳航空母舰和核潜艇 建有能起降远程轰炸机和大型运输机的飞机跑道 并建有可容纳各型飞机100多架的停机坪 甚至还部署有一支加油机部队 建有戴尿库、油料库、营房物资库、气象站、消磁站、冲发电站、地面卫星接收站、还有无线电侦察站等等 完全能够保障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核潜艇的部队、两栖登陆编队、战略轰炸机和大型运输机等作战需要 是美军的战略投送基地 迪格加西亚部署有美军战略投送三位一体之一的海上预制力量 美国出于维护全球控制的需要 一直致力于部署一条从西太平洋上的岛链延伸到印度洋 把它在太平洋上的基地链和印度洋上的基地连在一起 就构筑起了一条东起阿刘申群的西至波斯湾的长达上万千米的超长防线 就是用来遏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等陆权大国 同时防范印度 所以迪格加西亚岛可以说是这条防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美国通过巩固和提升在迪格加西亚基地的力量存在 巩固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 迪格加西亚岛的基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迪格加西亚岛距离印度最南端约1900公里 北距海湾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约4600公里 西距东非海岸约3500公里 向东2000公里就是海上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 美国早在1958年就将迪格加西亚岛定义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岛屿 并从英国租界该岛用于建立军事基地 在1970 年12月 英美就迪格加西亚军事设施建设达成了一致 很快就建立了设施齐全的军事基地 所以迪格加西亚岛的基地 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 是美军战略轰炸机唯一的一个不需要加油 便能对东西半球同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存在 岛上是可以起降战术飞机和远程飞机 可以起降B52、B1和B2等远程重型轰炸机的 支持美军以常规或核武器 对全球任何地点发起打击 重型的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只需要6个小时 就能抵达海湾、南海和中亚等热点地区 当然基地还建有积极化的码头和深水的航道 可以停靠航空母舰、核潜艇和作战物资预制船队 目前迪格加西亚的基地 占地约2700 公顷 美军在岛上驻扎了约3000多名官兵 其中包括了1700名正规军和1500名文职人员 包括了远程轰炸机部队的官兵和海军核潜艇的官兵等等 对于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海湾地区、亚丁湾等战略要道 有着重要意义 所以在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海湾战争 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美军的重型轰炸机都是从这里起落的 来回都不需要空中加油 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力 就可以通过这个岛快速投射到中东、南亚、非洲、亚洲 包括到中国南海 对中国的空军进行一些牵制 同时NASA 也把这里定为太空任务紧急着陆点 当然有人说外界一直怀疑美军在迪格加西亚岛上建立了集中营 据说有些神秘的失踪者甚至包括恐怖分子可能被关押在这里 当然白宫坚称这是遥远 我们看到这是岛民 多数是印度裔的 环境非常的优美 这些优美的环境是有很大的旅游资源 这是迪格加西亚的战略位置 距离非洲、波斯湾、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的距离 这是岛上美军的基础建设 我们看到有海员俱乐部 我们看到有美军基地办公中心 我们看到有餐厅、诊所、商店、警务室 有户外剧场、体育馆、游泳池 有网球场、健身中心 当然还有大量的军人宿舍 我们可以看出中间的泄湖 它和印度洋上的星刀海浪是不一样的 它靠着凸起的环礁 使泄湖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所在 航空母舰驶入了泄湖 可以停留在毛区 毛地和低道 人工当然从低道上下 毛地是船舶停泊的位置 同时它有机场 机场长达4000米的跑道 这是查格斯群岛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迪格加西亚就是在右下角的一小块 这个是查格斯群岛的一个战略位置 有塞舍尔、毛里求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 周围的这些小型的国家 当然也有马达加西亚 但是它还是归于非洲而不是亚洲 这是空中拍摄的迪格加西亚的岛 这个是美军基地 看到它的后勤补给中心和机场 这个是查格斯群岛的岛民 被允许不允许过夜的情况下登岛 所以他们在岛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 并盯上了名牌 表示他们要总有一天返回这个岛的决心 这个是他们亲吻这个岛的土地 这个是迪格加西亚的美军的空军基地 战略轰炸机 这个是他们的加油站和服务设施 这个是英国目前为止 在全球仅剩下的英国海外输地 越来越少了 它的皮特凯群岛 有特克斯和凯特凯克斯群岛 开曼群岛 北木大 维尔经 安奎拉 蒙特斯拉特 阿森松 福克兰 南乔治 特里斯坦 达库尼亚 圣赫勒拉纳岛 就这么几个岛了 越来越少 这是当年小布置总统访问了迪格加西亚的美军基地 这是进行一些战略的物资 这是岛上的一个自然资源 风景优美 谢湖非常的安静 非常好 美军每年要支付租金 租金是多少钱呢? 据说是高达7000万美元一年 所以毛里求斯政府认为美军是个下蛋的鹅 非常欢迎美军的基地继续存在 当然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地的岛民是查格斯群岛的岛民 他们是被安置在了赛舍尔和毛里求斯 但是他们是有资格申请成为英国公民的 当然了 他们也有资格宣布独立 而毛里求斯政府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美丽的西洋的景色 这是岛民回到岛上升起了他们的岛旗 这是海底的风光 这是空中的卫星图片 这是地图的战略的位置 这是海底的鱼的资源 这是他站立的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胜地 包括毛里求斯 这是毛里求斯的城市一景 这是毛里求斯的旅游资源 当然这是查格斯群岛的 迪格加夏的美军基地的空军基地 这是非常好的海洋的旅游资源 这是在迪格加夏基地的美军的重要游库 当然了 最大的问题是 由于英国将主权交回给毛里求斯 就引发了美国和英国的另外一层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毛里求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的 所以美国其实是一贯反对移交的 甚至英国的反对党也是反对移交 主要的原因就是 担心毛里求斯会将其中的岛屿租借给中国 甚至担心中国可能在毛里求斯建立军事基地 这样等于他这军事基地和美军的军事基地太近了 就会有泄密之险 当然我们知道毛里求斯有权利选择如何利用这个群岛 如果中国提出了租借的建议 而毛里求斯觉得合适的话 不排除中国有可能租借其中的岛屿展开活动 英国对查格斯群岛的主权放弃 首先在战略层面上就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机会 因为一直以来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 一带一路 全球经济一体化 关键的海上通道 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的影响非常大 也就是说英国退出了 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中国缠进来了 通过海上安全合作 分享海上安全技术经验 提高对海盗恐怖主义的打击能力 是有利于保障中国的贸易利益的 当然我知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还有技术优势 而查格斯群岛在基础设施的建设 资源开发方面有着非常大的需求 中国企业就有机会见缝插阵 深入参与查格斯群岛的开发建设 比如说建设港口 可以建设提高货物的装卸效率 促进了贸易流通 同时机场道路 基础设施的建设 都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 为它的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在能源开发方面 也可以为当地合作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 英美最担心的是 一带一路 中国的势力进一步的深入到印度洋地区 特别是毛里求斯还把中国的春节 作为他们的假日 同时毛里求斯政府和中国还进行了人民币 和毛里求斯卢比的货币兑换 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的大量的金融投资 导致西方的政治家非常担心 毛里求斯可能将岛屿租于中国 中国在查格斯群岛上的项目 目前是很多的开发融资和军事基地是无关的 但是并不能保证未来是怎么样的 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和毛里求斯的央行 已经签署了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 同时很可能他们之间由于两国的双边自贸协定 在2021年1月1日已经实施了 甚至两国在2013年就签署了全面互免签证的协定 导致毛里求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 导致美国和英国的担心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显示的是 目前美军在全球投送的力量和基地的分布情况 我们看到美军目前在日本的基地最多有120座 在德国有119座 在韩国有73座 在关岛有54座 在意大利有14座 在波多利格有34座 在英国有24座基地 人员分布 根据2021年的资料 我们看到日本美军驻扎最多 是53,713人 在德国美军有33,948人 在韩国美军有26,414人 在意大利美军有12,247人 在英国美军有9,274人 在关岛美军有6,140人 在伊拉克美军有5,200人 这就是目前为止美军在全球分布的基地和人员的配置情况 当然了 中国已经帮毛里求斯建了邮轮码头 甚至在2023年12月11日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朱立英 还应邀出席毛里求斯邮轮码头的启用仪式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 副总理是奥比加杜 他们都出席参加了此次的活动 毛里求斯的邮轮码头 也显示了由中国陆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建 2019年9月开工 2022年12月完工 2023年4月通过初检 到了2024年的9月4号 中国人民银行和毛里求斯的央行 由于签署了越来越大的换的规模 当时签的是20亿元人民币 换130亿的毛里求斯卢比 协议有效期3年 就是企图通过本币互换的协议 让毛里求斯缓解被西方金融机构卡脖子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图 马尔代夫的位置 毛里求斯的位置 赛舍尔的位置 他们相关的要进行一些知识和恶补 因为我们看到毛里求斯 其实是离查克斯的群岛比较远的 相对于马尔代夫而言 但是由于印度并不信赖马尔代夫 因为马尔代夫毕竟是穆斯林国家 所以印度宁可把手伸得非常长 希望毛里求斯接管了查克斯群岛 所以以后的地图上 查克斯群岛 英国的标志就没有了 这是停泊在迪格加西亚卸湖内的美国的航空部件 这是美国和英国同时在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的指挥中心 这个是按照中国地图上 目前为止看到毛里求斯的相对情况 这个是毛里求斯本身岛上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鳄鱼公园 有大浪湾 有自然桥 有天涯海角 所以很多的中国人旅游甚至旅游结婚都跑去毛里求斯 岛上还有什么 双体船巡游 有海豚湾 有潜水 有植物园 有跳伞中心 有陆岛瀑布 有玻璃底船 出海 看湖的 看山湖的 这个船就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脚底下 这就是毛里求斯的丰富的旅游资源 这个是美国佛州的参议员Marco Rubio 他担心的是由于英国将查克斯群岛主权交给了毛里求斯 由于毛里求斯和中国观气非常好 他担心会有美国军事机的情报泄露的可能性 这个是毛里求斯国家进行庆祝中国春节的情况 所以总的而言 有人说实在很担心 中国把手伸得很长 伸入到了印度洋 同时担心的还有什么人呢 印度也担心中国将手伸入印度洋 将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交给了亲中的毛里求斯 有人说英国的工党政府注定要成为历史罪人 毛里求斯是有大量的印度语的 其实这一次转交成功可以说是印度的胜利 而不是中国 因为由于印度支持了毛里求斯 那么印度的势力会更加的深入到了毛里求斯之内 但是总的来看 英国将查克斯寻导交款给毛里求斯 是有利于中共的 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已经警告了 这个协议将为中共获得有关美国在毛里求斯的 军事机翼的保护情报提供了机会 这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在印度洋的国家安全利益 当然 英国说无论如何 不管是交给了谁 最终基地保留下来了 虽然毛里求斯和中国关系不错 但是并不能认为毛里求斯获得了岛屿 就被认为是中国获得了岛屿 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 英国政府放弃了查克斯寻导 当然是变相助长了中共在印度洋的影响力 引发了强烈反对 当然我认为中国当然在军事上 在印度洋地区是掀不起太多的风浪的 因为毕竟毛里求斯是英联邦国家 而美国英国的军事基地就在家门口 想必解放军在军事上是相起风浪的 同时 英国向毛里求斯交还查克斯群岛 遵守了国际法院的判决 也再次凸显了中国不遵守国际法院 对南海九段线判决的无礼 以及中国政府不敢像查克斯岛民和毛里求斯政府那样 一直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勇于生所故土的 这么一份坚持和勇气 他们不敢去向俄罗斯 声索海参危和枯越岛 凸显了懦弱和无奈 欢迎大家点一下赞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各位